我是一只小蜘蛛 本来和男朋友快乐的生活着 没想到一只大鸟抓走了男朋友 从此我就开始了拯救男朋友的冒险之路 上一期呢 我们终于帮蚂蚁王国修好了机械蚂蚁 于是来到蜜蜂王国 听说他们是我们去往天之园的向导 所以不能没有他们 我们私下为他们收集了20个蜂王将 请求他们的蜜蜂公主 前去协助我们去往天之园 现在他带我们回到了热祈求大本营 然后顺带请求他 帮我们修复好热祈求的漏洞 大家都知道蜜蜂是可以产生蜂蜡的 这种东西一般是蜜蜂用来促草用的 但现在他在帮助我们修补这个气球 只要修好这个气球呢 我们再去寻找燃料 最后就可以起飞了 好的非常感谢蜜蜂公主 之后他还要当我们的向导前往天之园 现在呢我们要去西边寻找史克兰王国 他们就在地图的左下角 这是一条充满泥沙的艰难之路 为了节省大家时间呢 我们就看看中途会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 首先我们就遇到一个平衡木 但是因为左侧的石头压住了一边 所以整个木头呢严重向左倾斜 我们的出口又在左上角 所以不得不把下面的石头给清理一下 让整个木头恢复到平衡的状态 只要把石头搬离木头的边缘 让木头这边翘起来呢 我们就可以尝试能不能上去了 好的他已经开始翘起来了 我们赶紧上去看看能不能跳上去 哦看起来还是有一段的距离 我们就先去右边 用蜘蛛王把木头连到地上 这样左边就能翘到最高了 好的木头的右端完全踢地了 这下我们就可以安全地到达左边了 好的我们走吧 非常的稳定和牢固 这个工程我们做得很好呀 之后不知道多久呢 我们终于来到了史山 这里是史克朗的王国 遇到了两个史克朗 他们告诉我这里的粪便的美味有营养 虽然我们不能理解 但烧起来呢火特别旺 一听到这呢我们就来兴趣了 他们虽然不在这里 但只要一路再向上走呢 就可以到达山顶了 那里有很多很多的粪便 他们想要穿过这个水池去往对面 因为有一个史克朗的翅膀受伤了 没办法飞过去 只能走过去了 这就靠我们高超的蜘蛛网技术 配合水上的木板 给他们搭一座跨水大桥 没办法 虽然我们有求于他们呢 只能答应帮助他们 我们先把木头固定到两边 然后再粘在一起 最后再进行加固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给他加固一下 多粘几根蛛丝 别让他们走的时候呢 掉进水里了 那就尴尬了 哦 前面居然还有一个水池啊 这个水池呢 只有三块木头 可能需要更加牢靠的加固了 不管有多么困难 这都难不倒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个 尽情而有毅力的小蜘蛛 为了救男朋友呢 我们也是豁出去了 去完蚂蚁王国 去蜜蜂王国 去完蜜蜂王国呢 又马不停停地来到了 石克兰王国 就怕到时候去了 天资园已经来不及了 用餐时间已经过了 哎 我们的男朋友 已经被大鸟吃掉了 好了 我们的第二座跨水大桥 也搭建完毕啊 是时候要石克兰来 检验一下大桥的稳定性 先说明啊 如果掉水里了呢 可和我们没有关系啊 这两座大桥呢 不保证生命安全 因为你们给我们的木头太少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只石克兰 迈着矫正的步伐 正在走过大桥 然后我们赶紧骑上去 让他们送我们一张 哎呦 这怎么卡壳了 还上不去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得下来帮他们一把 凭借着我们的小激光 顺利把它给打上去了 我觉得应该是不疼的 毕竟他们的壳这么厚呢 对于我们来说呢 就像是钢板一样的厚 这次我们就不坐他身上了 天上有一个直升飞机一样的石克兰 我们就坐飞机走吧 如果下面的石克兰 给绑到飞的这只上 他们两个能不能一起飞起来呢 我很好奇 要不等会试一下 我们赶紧跳下来再帮他一把啊 还是把他给奔上去 受伤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养伤啊 想不通为什么到处乱跑 给别人添麻烦 幸好有惊无险 两只石克兰顺利到达了这边 而且获得了一个大便成就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把他们两个缠在一起 他们两个能否一起飞起来 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受伤了 另一只飞起来了 受伤的这只呢 确实不能飞 早知道呢 我们就使用这招来过桥 这又不知道能不能行 经过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 这里就有两只石克兰 他们说可以给我们一些粪便 但是他们的孩子太懒了 舒舒服服的钻到里面不想出来了 希望我们直接把粪球给推下去 有这好事啊 行啊 我们就直接把粪球给推下去 如果可以的话 试试能不能把他们两个也带下去 但很不信啊 这只网断掉了 我们只能和粪球一起下去了 他们可怜的傻孩子 都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哇 真爽呀 感觉像是在漂流一样 这粪球滚的还真快呀 我们小心一点 别掉下去被他压到了 哎呀 完蛋 我要掉下去了 哦 不不不不不 哎 我没事啊 吓我一跳 没事就好 我又上来了 先抓住旁边停下来看看 粪球还是滚下去了 它到底滚到哪里了呢 就滚到了我们这球大笔云的最下面 并且碎成了很多的小球 我们随便拉走了其中的一个 把它运到我们的热气球上 现在我们的燃料也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开始组装了 我们先把喷火口给拉起来 等会就可以把燃料 从下面的缝隙给放上去了 接下来我们就用蛛丝 把下面拦着给连上去 我们就可以坐上去 等待热气球点火升空了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 我们就问一问蚂蚁工程师 现在能不能点火升空了 我们应该可以去往天之园了 他说现在引擎开始点火 倒计时 三二一 终于我们前往天之园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怎么这个飞蛾大爷 还在上面绑着呢 赶紧把人给救下来 陪我们一起去一趟天之园 哎呀完蛋了 我们怎么掉下来了 这下晚了全晚了 为了救飞蛾大哥呢 我们的热气球也报废了